好,大家好,我是Disfactor的Deeper 我們是一個在做違章工廠回報系統的一個專案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去年的今天,2020年的3月20號 剛好是我們管理違章工廠的法令修正案通過的上路的一天 然後這一年來其實這個法令其實是要處理我們的新增違章工廠 到底能不能被拆掉的一個法 然後我們就是希望可以讓,因為政府沒有什麼能力 沒有什麼財力和能力去積查所有地方的農地 所以就希望全民可以一起來回報這些一直還在新增在農地上的違章 然後這個專案是由地球公民的基金會的專員來提案的 然後去年是小海,前年的時候來提案的 然後我們是一個致力於環境保護山林國土 然後環境污染能源轉型的環保產地 然後先來跟大家補充一下違章工廠有什麼樣的危害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系統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違章工廠是我們台灣的也是一個經濟命脈 然後但是我們知道說現在這些新增的違章工廠 他們本身已經不是過去那個有經濟貢獻的工廠 而是現在這些持續的造成污染和就是有可能會大火 然後會造成旁邊農民非常多 非常多的 就因為這些大火之後都不會有人來負責這些廢水啊 或者是旁邊的污染的處置 所以其實這些違章其實是讓整個國家跟我們的糧食安全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威脅 對 然後目前 可是各縣市在檢舉上的進度 檢舉處理上的進度其實都還需要大家的監督才能讓它持續往前推進 就是檢舉之後還需要有人去持續問各縣市政府說為什麼這東西還沒處理 那這東西就會由地球公民這邊也是根據這邊去持續的做施壓 那收集了更多按鍵就可以讓這個施壓更有更有力道 對 那目前為止我們有拆除掉 又透過這個系統拆除掉旁邊的迴章工廠 嗚 好快 好 然後那就直接進入這個系統的檢介 我們目前的功能其實它就是個地圖 然後地圖上面可以讓大家新增點位去找出 如果這個地方有新增建築可以在這邊拍照上傳 而且你不需要留下名字和電話 那再來如果你看到其他人已經上傳了 你可以補充這個案件最新的狀態 然後呢 最主要我們這兩年已經做好了 前面讓地圖可以讓大家看到 後面讓地圖公民這邊可以去匯整資料的一個系統平台 對 那現在也可以直接自動生成檢舉的公文 讓這個檢舉的流程更加順利 那目前為止就是每個月大概就是會有40代目的回報 然後真的是工廠被檢舉出去會有25件 然後這是目前參與過的夥伴 然後我們去年 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弄了一個campaign 這個東西就是因為我們持續的想要增加使用者 然後去讓更多人可以接觸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需要的就是 更多的使用者測試者 然後使用者測試的研究者 然後可以電房使用者的人 然後可以來跟我們討論在地推廣 儘管去把它推到更多的相間 讓更多人使用 以上